台湾哪泥团新家藤文君 不只是心力出走好 今天是大作 专门进郭来娃娃照片一个农场 就是为了中 哪泥团结束结合生活 这次他需要跟中兴高中 都市管办理各人创作店 我们表示希望做到电浪 开拓核心的感觉 也欢迎民众到好好参观 包头银的保铁都是用 就是刻板的方式来呈现 哪泥团的输家藤文君 这次受到中兴高中 搖车到后来版电浪 对了卫族、衣、丁、生活用品 也保抵了能够最佩合的空间 第四位作品让客人都担开感觉 我对那幅 名叫守护的猫头银 比较有印象 因为它的那个是用刻板先刻出来 再用染染上去的 然后它也是 它的背景又参差了另外一种工艺法 是蜡染的 那种就是比较印象深刻 嗯 刚刚在老师介绍的时候 我有去看了一幅 它那个就是有好几幅蜡染 然后瓶瓶成了一个像月色的一幅画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染的 就是那个月色的景象很微妙微俏 台湾的蓝染其实除了生活画之外呢 它也可以非常的艺术 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互动的一个展览品 那这个展览品呢 就是让民众能够了解说 蓝染除了可以做画 做衣服 做生活用品之外呢 它也可以拿来做拍照用 打卡用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这样子 藤本军之出 它在几几几五年生力出作风 推动蓝染的学生化化 并跟国质平反交流 引进技术提升台湾蓝染 在几几几五年已经打造农充 尽力过来过 美洲拿草平静 就是要提供南染教学 并創作天然年式作品 跟台湾南染行销到全世界 它在蓝染方面的这个成就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同时它本身也有自己成立一个 蓝染的一个学会 本身也是理事长 我想蓝染是一个艺术家的养成 是非常不容易的 它的经过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心 但是它的作品大家看的时候 是让你非常的惊艳的 布置了它很多杰出的作品 包括孔雀 包括一些山水 包括不管是 包括日本的友禅 很多的作品 它在世界上 为我们国家做出很多的国民外交 唐老师他到纽西兰 然后到日本各地去展览 其中它有一些立体的设计 可以跟民众做一些互动 我觉得美的饗宴 真的很值得推广让大家知道 唐文君表示 台湾哪里 除了用地 新外用品 也能作为創作关锁 它做出真好看的艺术品 中心固定基础 欢迎民众到后来 都市区市艺术中心参观 记者 今次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